眼前我们看到那个最高峰啊 就是九中山 李世民的地宫就在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 离九中山大概十来公里啊 这是九中山的三角下面 这个三角下面有非常多的陪葬墓 总共昭林的话 大概陪葬墓是一百九十多座 从眼前我们看 这个九中山确实非常 位置非常好啊 他这个昭林的陪葬墓是这样的 一般来讲的话 越是李世民器重心腹来讲的话 他陪葬的距离就越近 我们经常说啊 李世民的时期有一个 林彦阁二十四功臣 就是说啊 在李世民贞观之治那个时候 发费了重大作用的二十四个人 第一是长孙无忌 第二是李孝公 第三是杜儒惠 第四是魏征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李靖啊 他是排名第八 李靖是唐朝的著名军事家呀 我们常说的战神 今天我们就是来看他的一个墓葬 他的墓非常有独特 并且呢 他在古代啊 也变成神话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托塔李天王 李靖 说的也是他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他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这一个啊 就是李靖的风土堆 大家看到 这个非常独特吧 形状也很独特 是吧 他这个墓主 中间是圆锥形 然后下部 向东西两侧延伸 一条土梁一样的 整个像一个三字形 又是一个笔架 这很独特 这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我们知道 李靖啊 是唐初有名的军事家 赫赫战功啊 被评为战神 他当时打败图绝 然后打败图玉魂嘛 所以呢 功劳很大 并且呢 我们可能有一个东西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唐全宗的时候 有个五庙十则 五庙十则 李靖就是其中之一 五庙十则是哪十则呢 左边是白起 韩信 诸葛亮 李靖 还有李记 所以说李靖的地位相当之高 所以李靖去世之后啊 李世民让他赔偿在昭陵 这也是表彰他的一种功劳嘛 另外呢 据旧唐初记载啊 李世民下令啊 把他的墓种 修成东突厥境内的铁山 和土云魂境内的基石站啊 就仿造我们常说的 茂林的 魏青和霍聚病的墓形成啊 霍聚病的墓是七连三形式的 另外呢 就是主要是表彰李靖啊 在突厥和土云魂的战争中 所立下的赫赫战功 所以后面在唐玄宗时候啊 他被录选五庙十则之一 还有一点呢 我们经常看神话故事啊 像风神榜啊 里面有一个李靖 又称李天王 托塔天王 他是原型啊 就来源于这个李靖啊 唐初名叫李靖 主要是看那个神话故事当中嘛 但是那个 他那个风神眼影中的李靖啊 又是商朝的人物啊 所以两者就结合了一样的 所以啊 李靖的墓啊 他的这种形状啊 呃 在中国古代很少 魏青是一个 霍聚病一个 李靖一个 还有一个李记 呃 我现在知道的大概就四个人 很少啊 但是我们说到同样的 既然神话故事中 会把李靖写成 呃 一个 神仙 就是说嘛 李天王 同样的嘛 就是认可 李靖的功劳 因为把他 作为 唐朝的一个元帅 他辅佐李世民 打败 突厥 突一魂 同样的 神话中的 托塔李天王 李靖 也是属于掌管 军队的 也是一个总管 所以说 这个非常相似啊 同样的 他儿子非常有名 反正神话故事中 这两个人 肯定是少不了的 人儿子大家也非常熟悉了 同样的 这么非常有名的人物的墓啊 很可惜 也是被盗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 眼前我们看到是盗洞啊 这个盗洞多大呀 而且大家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结构就知道了 你看看 林木 丰土堆都是这样的 一层一层的 漆起来的 夯土弄起来的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行 李靖的木 我们就看完了 它那个碑呀 是在那个昭令博物馆 以前这里也就石像生 有些石阳 也是放到昭令博物馆了 大家来看昭令的话 一定要去昭令博物馆看一下